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的意見 我們當然也許可以有些討論 不過我首先是想談談 最近這個裁定裡面的一些問題 因為我會從這裡面 找到一些點來談它 憲政上有關的一些問題 事實上這就是剛才 應該也附帶今天資料裡面的 這個北高行的 100年度的停滯第9號的裁定 這個裁定我覺得是有點違德不足 那麼他的整個判斷推論 雖然很多地方我們認為是對的 但是呢有些夠貫徹的地方 因為這裁定一方面認為 它涉及這個權力 暫時權力保護的主要判斷基準 在於這個申請人的勝訴概然率 以及個案中的請示疾迫 及公司法律的實際權盒 而且他強調了這個 合法性先有儀義 這一點我們等會會再做一些討論 合法性先有儀義的行政主任 這當然是引用另外一個裁定 不具立即執行公益 為維護憲法原則是重大公益的安全 那麼他進而在這個裁定的實際權盒當中 就是說他實際上已經在做了一些法醫的行政 他指出說中科三期的這個廠商的製程 將產生具有毒性之廢水 對生態環境破壞影響很大 等等的 因此有暫時權力保護的必要性或是 所以他事實上是做了判斷之後 做出一個停止執行環保署 這個環境結論國會發行的裁定 這部分推論我們認為大體上是對的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卻又說 有達與蓄能跟其他各項開發許可 不是相對人所達 而且申請人沒有具體支撐 也沒有提出任何積極證據那一說明 因此駁回了聽證執行 這部分這個聽證執行申請的話駁回 但是即使我們不論這個行政法上的一些理論 其實因為在裁定期自己已經說 在開發許可的合法性是有問題的 那麼也就是說他是以一個鮮有疑義的 合法性鮮有疑義的環民結論為 前提的一個開發許可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他為什麼會認為有其他更 利益於開發許可而 合法的其他各項的執照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而且更重要的是說 這個開發許可就是廠商得力去排放土水 因為他就是進行生產才會排放土水 這法例前提 因此這個第10點就跟裁定第10點的論述 跟他前面的論述 我認為是有一些抵觸 那我想提的第二點是說 這個裁定當中他引用的另外一個裁定 也就是引用 那我剛剛其實也有提到 這最高型99年才是2032號的句話 那麼也就是我們剛剛強調說 他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合法性鮮有疑義的行政部分 不具立即執行公益 是法治國家依法性的原則具體化 而為維護憲法原則是重大公益所要求 那這裡我是覺得這句話 憲法原則是重大公益 是值得我們去做更多思考 那它是指什麼呢 那為什麼一個行政主分的經濟執行 會涉及這麼高憲法未接的公益性呢 那這其實是一個蠻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那我在這個影言裡面是參考了德國的裁判 那麼先強調兩點 那第一點是說 這個法治國這個體制 他一定要透過具有獨立性的法院 對人民提供法權保護 他才能夠確保行政權真的受到法院指數 也就是說法院本來最重要 最優先傳統上是私權之間的爭執 但是法治國本身要求 對於國家跟人民的關係 也要提供法權的保護 那第二點是說 他認為司法權的目的是要服務於基本法 那基本法是德國的現場所界定的價值體系 那麼最終而言就是要實現人民的基本權 簡單來講就是 司法權的最終目的實現人民基本權的保護 那這兩點看起來很普通 但他其實是提醒我們 這裡面有一個複雜問題 就是說國家的 特別是國家的行政機關 他基於他的這個高權地位 他是有一些權威性的 我們不應該輕易加以挑戰 那行政處分作為一種國家意識的表達 跟一個重要形式 是有他法安定性受到尊重的一個需求 所以他不輕易提出 所以原則上這種 這種 這個 行政處分即使有下次 他不會停止他的這個執行的這個效率 但是呢 重要就在於說 他是一個法安定性的要求 法安定性的要求 那麼 如果他本身的合法性 就他本身的合法性有疑義的時候 那這個基礎就已經打了很大的疑惑 也就是我們說是法安定性的 不只是安定性 那大家要有一個法律的 一個合法性的前提 那麼 因此 如果他這個合法性的前提 就像這才你自己講的 就是鮮有疑義 他的形式權威性 就要拿來跟一些實質的考量 比如說他自己提到比如說公益 或者是他當然是裡面提到一些思選 這個合目的性以及合正義性來加以合 這其實是一個法理學的一個理論 就是法律他包含了 安定性 合目的性 合正義性 三個層面 那麼如果用簡化一點方式來講 這裡的合目的性 就是這個裁定裡面提到的 公益層面的考量 這事實上他還特別強調是環境 那這裡的合正義性 可以說是這個德國學裡面提到 人民基本權的實現 所以這兩個層面綜合起來考量 就是所謂憲法原則的重大功能 我會覺得這句話是重要 就是他不只是說憲法原則的公益 而是說重大功能 因此他一方面有一般狹義的公益 比如環境 另外還有一個重大的 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整個的保障 那這是司法權的重極目標 雖然我剛剛引的是德國學 但我相信這也是我們這種現成國家的 基本的原理 那麼在這個財政當中 他把環境利益界定為公共利益 但是他竟然也把環境利益 環境利益受到損害於人民的健康安全 受到危害 建立起一種因果關係 也就是說環境利益受到損害 在這個案件當中 它會導致人民的健康安全 也受到危害 可見這個行政法院 已經對於這個健康風險 實質上的大幅提高 採取一種傾向於肯定的態度 所以才會要求二階段環境 要健康風險的 那麼也可見 法院進行的裡面 他認為廠商的生產行為 才是這許多憲法重大公益 可能遭到損害的最重要的來源 它裡面也不斷提高的主罪的態度 所以即使申請提示執行的 其他的開發許可的這些申請 會裸毀 但是這些簡單講 比如說這些雜項執照 他們其實執照都是德 那麼但是目前的這個 權力暫時保護狀態的這個 對環保署集國會所核發這個裁定 是被法院要求停止執行 這是一個因 就其他各項執照這個德 這是一個因 因此這兩個這樣比較起來 就看到說這兩個機關 在目前的這個最新的裁定之下 他也附有法律上的義務 來要求中科三的廠商立即停產 立即停產 跟其他那些廠商執照 其實沒有什麼職業關係 那最後我想提提 從政治社會學 或法社會角度來看一些看法 因為我前面之所以 反覆提到這個行政機關 外觀的這種權威性 遭受到質疑 那麼這個問題 是因為國會環保署這兩個 過來不斷地 對於法院的裁判 採取一種蔑視的態度 他一心一意地為廠商貨航 他其實已經造成行政權 正當權威的一個嚴重破壞 嚴重破壞 那麼國家機關的公權力 其實國家機關 通常他表現在外 最直接跟人民最直接相關 就是透過行政機關 所以行政機關其實是重要的 我們原則上 我們平常也是尊重他的 那麼 但是他之所以是權力 而不是暴力 最起碼他要有一個合法性基礎 但是這個 事實上在目前的裁定裡面 我們看到他已經受到質疑了 而且人民大體上相信 行政機關的判斷是公正 而且正確 就是要有合法性 而且大體上相信說 你行政機關做的判斷是公正 而且正確 但是目前看來 針對這個問題 中科德這個問題 這兩個機關的作為 不但他的合法性已經受到法院嚴重質 而且他們最重要是他們的實質判斷 就是說你合法性那個東西被質疑之後 你就回到你的實質判斷 你實質判斷 被人民以及法院都認為是不太公正 而且是不正確的 在這個情況下 行政機關如果還要這樣凹下去的話 那有公權力 他就會漸漸變成一種暴力 那行政機關又變成黑道 我現在對很多人實際的趕之後 他差不多已經變成 簡單來講就是他沒有什麼合法性 然後他判斷也不公正不正確 那麼還要依賴警察來維護這個秩序 他還能稱為國家機關 所以宗教人員受傷的 其實是行政機關本身的這個可信賴度 所以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 會不斷累積形成人民對國家高度的不信任 高度不信任 但是公共的可信賴性 確實國家機關特別是行政權 能處理現代社會系統性風險的一個 很重要的前提或能力 那如果這方面 信賴度不斷的被打折的話 其實行政機關到最後會變成很多問題 他都處理不了 那正好最近這幾天發生這種核災的問題 我更可以看到說 行政機關判斷的可信賴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國家卻在自我埋葬他自己的這個權威性 以及可信賴性 那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一個 現任層次的問題 那你上次我的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